那個我這個會移動 然後你只能往前看 模擬檢查幼童的反射速度是否正常 這還不夠 接下來抽血檢驗不太穩定測試 都是要確認本巴比陀可能的急性症狀 現在要對這麼小的年輕小孩 有極大的副作用 應該沒有加強會被驗到今天才行 那醫院才怎麼樣給我們 我們也不可能會提到 那使用一些藥物之後 反而有一些試睡 或是一些比較躁動的狀況 那你就可能要到這個門診來評估 做些後續相關的檢查 就是因為高雄市清查後 發現有四名診所醫師不當使用本巴比陀 雖然立即裁罰加上停業 但近一個月就有一百多位 18歲以下患者服用到本巴比陀 於是緊急啟動互同專案 進行免費的醫療評估 對於小孩子的經驗來講 其實我們兒科醫師幾乎不太會去開避這些藥 除了追蹤患者高雄市醫師公會 也特別召開閉門會議 針對用藥安全召集兒科醫師再一次說明 包括感冒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 以及嬰兒長腳痛都不該使用本巴比拓 我們希望讓所有的醫生都了解說 小孩子用藥的話 尤其是有一些鎮定劑 甚至有一些癲癮的藥 我們要非常非常謹慎的使用 畢竟本巴比陀屬於管制藥物 來源去向都必須登記追蹤 即使使用比例低 但對於小小孩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也不能輕忽 環宇新聞林維凱林委屈李洛彤 在台北高雄的採訪報導